2012年4月8日12人团体的XO出道迅速火遍全球 有四个中国成员被称为天朝四子 陆寒 吴亦凡 张艺兴 黄子涛 在四子里人气最高的是陆寒 颜值最高的是吴亦凡 当练习生仅半年就出道的幸运儿是黄子涛 初看显一般的类现在竟然成为天朝四子顶梁柱 绝对的top属实没想到 吴亦凡本来大好前途自作孽不可活 真就眼看他高楼 起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更可惜的是受害者留下的心理阴影 他活该 下面说说顶流陆寒 关宣恋爱导致微博瘫痪 迷游粉有离开流量有下滑 但饭圈依然很能打 如今不见作品 只现在跟关小彤领证结婚 分手闹掰劈腿等各种绯闻中 不是因为恋爱了而是因为没有事业心 用网友的话来说半退圈 陆寒的事业心野心进取心看不到 也许是上海堡垒 口碑差票房低 把陆寒打趴下了 但后续也有穿越火线口碑不错 为啥不继续拍戏 钱赚得太容易了 陆寒火石娱乐圈没有献心令 足够花想想服不想拼了 张一新拿出一样东西 就能吊打陆寒好身材 陆寒几年前在奔跑吧 说过自己力气小 觉得遗憾可以练啊 跟他差不多身高体型的张一新能健身 他也可以 可这需要极其自律 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汗水 在家抠脚或者去夜店玩练不出这身材 张一新今年海外之旅 还去旧金山开了演唱会 这图片来自演唱会 陆寒不仅没有好身材 怕是也开不了海外演唱会 回到最初 海外人气他也绝对能秒张一新 黄子涛陷入 跟徐一扬恋爱绯闻中夹杂着直播带货的一些大胆言论 做起了老板小日子过得也挺舒服 就是远不如巅峰期了 只剩张一新还怀揣着最初的梦想和野心 保持着努力努力 在努力的精神去拼搏 你能从他自律的健身 用新的专辑甚至影视作品中感受到他的诚意 提到张一新 你能想到什么 天朝四子偶像练习声表屁极限挑战老九门扫黑风暴 专辑卖得很好 每一个标签都是努力的证明 虽然也离不开运气 影视音乐圈寒冬 别人没活 张一新却开启了高逼格的海外之旅 除了举办个人试询 就是去格莱美博物馆哈佛商学院 这部年底又来了三天三国三刊五封 稍微了解时尚圈的朋友会知道 这几个杂志有多难登 Logale都是一线杂志 努力不是万能的 但努力一定比不努力强 找对方向努力能出奇迹 感觉张一新好励志 他一步步走出了奇迹